咱们街上回说说到,我是刘耀傻妞 下期视频呢,咱们说到 我爸爸妈妈,两个年轻人 独自抚养了三个孩子 还有四个老人 确实呢,是非常的不容易 我呢,也是 因为一场意外,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也正是因为我们的家庭原因 所以说,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 不上学了 辍学了 其实是我机器根不上的 我就决定呢,出来打工 也想为这个家 我也想为这个家 多一份努力 其实不上学 出来打工以后吧 吃过很多苦 也遭过很多罪 那个时候最初呢,是在饭店里边 给人家刷盘子 刷碗,一个月呢,就给三百块钱 那个时候也还算是 不错的收入了 再到后来呢,就 做两份工 早上起来的时候 到那个早餐铺 去给人家炸油条 两个多小时 给二十块钱 之后呢,七点半 再去工厂上班 那个时候工厂呢 一个月可以挣到六百多块 现在和头想一想 那个时候虽然苦 但是很穷 穷开心,穷开心 可能就是这么来的 那个时候的我 想法很简单 就是一门鞋子的 挣钱,挣钱,挣钱 挣了钱以后呢 就给我爸妈买他们喜欢的东西 然后买烟啊,买酒啊,买衣服呀 那个时候给我老妈买一件衣服 明明是三百 回家去要说三十 因为我怕他打我 就是想把最好的都给他们 我觉得这些年他们特别的不容易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有句老话讲得好 父母养咱们小 咱们养父母老 我爸这个人呢,其实 一辈子呀,没有什么太大的爱好 就是喜欢抽点小烟 喝点小酒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我就闲来没事 喜欢陪我老爹喝两口 慢慢的也就整成了一个习惯 没事我也喜欢喝两口 只要我们三个孩子好 他也就好 一辈子没有发过脾气 没有跟我妈吵过架 不管我妈说什么 他都,嗯,好,行,中 我们回家,不管我们怎么样 好吃的先留给我们 也许这就是父亲还有母亲 给予咱们的一种爱 在我们老家呢 有一句话说了 女大不中留 留来留去都是仇 闺女大了就得嫁人 不结婚的邻居就该说了 这丫头是不是有病啊 你家孩子是不是有毛病啊 怎么不出对象呢 怎么不结婚呢 所以呢,家里边就张罗罗 开始给我介绍对象 哎呀,其实吧 我那时候要求也不高 但是吧,总是没有和演员的 嗯,要不然呢 就是整个像孙小宝那样事儿的 要不然呢 就像我大狼似的 你说也不符合我这 则偶标准的 是不是 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吧 下期视频给你们拉个拉个 五块钱是只能把我糊涂到手里 拜拜 爱你们,下期视频见 看到年底了 写个总结吧 帮过我的人,谢谢你 滴水之恩,永不相忘 我伤过的人,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就我生命中的每一位朋友 2020年,你若不离 2021年,我们继续